看一下,因为我将来要能够显示什么,显示,比如说我这边假设80公斤的话,您该少吃点,对不对,那如果说我刚刚是太,标准是70嘛,如果过瘦的话,大概比如说我如果现在只剩50公斤的话,像这样子,然后按计算,这边就会您该多吃点,那有相关的讯息,我大概会有三种,三种,就是底下这个, 这三种,包含就是说,Advice,Lice,就是过清,然后Advice,Average,是OK的,然后再Heavy,就是多吃点,那还有一个BMI结果,这个BMI结果的字串,名称叫做Report Relate,那我就把它写到这里,因为呢,在Enjoy里面呢,他希望你的字串,是把它抽离出来,为什么,因为你将来有多国语系的话,在不同的语系国家里面的话, 他可以有不一样的结果出现,否则的话呢,你如果都用繁体中文,将来在不一样的语系底下就不OK了,所以要,接下来就建一个什么,语系,那这个地方的话,请各位在哪边呢,在这个,Layout底下这边有个Values,那我就按右键, 一样新建什么,新建一个Enjoy的这个XML File,那名称的话呢,我一样,我在用的名称叫做Advice,叫这个名称,你就按一个完成就可以了,那这里面的话,我需要加哪些东西呢,分别就加上这一些,就是说在这里面的话,我就加上四个, 这个是图形的,那它的Source在这里,总共会有一二三四,那这些我想如果你没有太多时间的话,你就直接怎么样,从云端上取用就好了,我要把那个Source放上来,所以在这边,这个Source你把它Copy贴过去,会有一个,我们的自串支援档,总共会有四个自串在这里,OK,好,那再来的话呢, 还有一个,再来就是说,第二个是,下面还有一个什么Street,那Street里面的话,特别注意,因为我们刚刚有在画面上面放了什么,计算BMI值,跟计算你的BMI值,身高体重,性别这些,那请各位,一样,因为你们刚刚在输入的时候呢,是直接在这个上面,直接,这个比较按右键,直接输入名称, 不过,一般如果多过语系的要求,通常是怎么样,要去读取,所以特别注意,请各位一样去,把自串支援档,里面建立这些,包含Title,那Title的话呢,我们用选的,就将来选的时候呢,它自动会去参考这里面,那如果你将来做成,